好呀 来 给你一米 给你一片一片 今天饭就鲜啊 今天饭就好吃 你们也来了 这些你们吃些什么呀 你说小花她一个人 在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呢 千万别碰她 我妈妈说她爸爸吸毒 吸毒的人都有艾滋病 一碰她就会死的 那我们以后可得离她远点 为什么咱们吃呢 我一个人学它 我一个人学他 我一个人学他 这个人学我 小花 借手续 快去你啊 我跟你们玩吧 拿来吧 姑妈 回来了 小花回来了 来 坐 跟姑妈说说 今天在学校表现怎么样 今天在学校表现得很好啊 老师还表扬过来呢 我们小花呀 最棒了 你这眼睛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外面风大 姑妈看看 真的没有事 姑妈 我有点饿了 好好好 姑妈给小花做好吃的去 行 姑妈 你怎么了 姑妈 没事 没事 啊 姑妈 怎么了 你姑妈晕倒了 我现在送她去医院 你自己在家记得锁门 早点睡啊 来 锁门 行 别让她来 我听说是不错 你别让我陪伴 你上磕了 我进去 夫妇的话 而且都会做菜了呢 真乖 妈妈 你怎么了 好孩子 妈妈没事 妈妈不在家的时候 你要多帮爸爸 照顾好妹妹 妹妹年纪比你小 你要处处让着她 知道吗 你放心吧 妈妈 我会照顾好妹妹的 小花儿 我的好孩子 你命苦 以后要多听姑父的话 好好学习 千万别学坏了 有时间 要多去看看妈妈 照顾好四季 等着妈妈回来 早是和你团聚 来 你自己去画 让妈妈好好清晰 这两个分数 分数 相同 分数 不同 那么她的大小该如何 比较呢 小花的姑妈 可能是医院那部长 你教一下她 小花 你买一下 小花 小花 刚刚医院的人说 姑妈情况有点严重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好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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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花 大小花 小花 小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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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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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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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他表示祝贺 好了 那另外呢 学校安排这周五的 下午一点半 要召开学生的加成会 大家回去 就要通知自己的父母了 一定要准时出席 爷爷 回来了 爷爷 今天成绩单发现来了 我考了全班第一名呢 太好了 真给爷爷争了 晚上爷爷给你做好吃的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爷爷 这个星期五下午 怎么又开嘉奖会 上午的地方 就要让我开会 你来看 今天家长出席的情况 好 非常感谢各位家长 能够来参加 今天的家长会 那么在开会之前呢 我想先了解一下 今天家长出席的情况 江南家长 宋奇家长 沈岳阳家长 张爽家长 汪小花家长 小花 你的家长今天到了吗 到 您好 您好 不好意思 我们因为有点事情 所以来晚了 我是汪小花的妈妈 她们是汪小花的姑姑和叔叔 好的 谢谢 谢谢小花的家长 各位家长 汪小花同学 自从转入到我们班以来 学习刻苦 尊敬师长 团结同学积极向上 在我们老师眼里 她一直是一个乐于助人 团结友爱的好孩子 可是有的同学 却因为家长不正确地教导 有意地疏远小花 躲避小花 这一点深深地伤害了小花 原本健康 阳光的心灵 可是小花却从来不会 因为这个和同学们 发生争执 也没有向老师打过报告 今天小花的几位家长 今天小花的几位家长 从百忙之中 来到了我们的家长会的现场 我很感动 也为小花感到很幸福 下面有请小花的武警妈妈 上台问我们大家说两句话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很高兴 我今天可以以汪小花妈妈的身份 来参加这次家长会 学校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家长的身上 都增加了一份责任感 学校的老师 对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和爱心 这也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家长 都很感动 然而 作为家长的我们 在我们急切地关注 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 却往往忽略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所谓的孩子健康成长 指的并不单单 是孩子身体上的健康 更为重要的 是指孩子心灵上的健康 光小花的家庭情况 我想在座的一些家长 也都有所耳闻吧 汪小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孩子 在她的家庭 遭受了这么多的磨难以后 小花依然能够凭借自己 顽强的毅力 和自强不息的品质 坚强地生活着 她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 同龄的孩子 树立了非常良好的榜样 可是呢 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家长 不但没有鼓励他们的孩子 向汪小花学习 反而为他们的孩子 灌输了一些错误的观念 说什么父母吸毒 孩子就会被染上艾滋病 这种家庭的孩子 我们不能接触 更不能去碰 这是什么观念 你们这么做以后 对孩子的心灵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今天我要在这里说一句 汪小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 她的健康不止指她的身体健康 更加指她的心灵健康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家长 在以后对孩子的教育上 能够以身作则 这不止对汪小花一个人 对我们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 更应该要真 孩子们 如果有一天 你们遇到了一些 真正患上艾滋病的人 我希望你们能够伸出 你们的援助之手 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关爱 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 这个社会给予他们的关心 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 和同情心的孩子 是可以赢得社会上 每一个人尊重的 也将能使她在社会中 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培养一个孩子 一定要把她培养成为 一个善良 诚实 勤劳 侵让 这样的一个孩子 这将是她的